各位旗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原围棋频道,我是范维晶,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36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原赛的挑战者决定战,很高兴能够和谭笑九段一起为大家讲解。 谭笑你好,维晶好,大家好,我是谭笑,很高兴在天原围棋与您相见。 那么天原围棋现在到,这个天原炸现在到这个第36届也是咱们国内非常传统的一项赛事了,也是为数不多的挑战制的比赛。 这卡时间非常悠久,天原赛好像,我记得在每年的年初基本上都一直在巨星,好像就没有中断过,一直在下。 是的,所以也是,应该说是咱们国内历史最长的一个比赛了。 对,是的。 而且这个挑战制也是极为少见的。 对,像原来那会儿就觉得,因为国内比赛很多,但是挑战制的这种很少,而且挑战制的比赛一般都比较关键。 是的,那么挑战制的比赛就是说,上一届的冠军它其实是保留到下一届的这个决赛。 对,等于你上届冠军之后,你就直接进入冠军了,下回。 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由一个,就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的这个,这一场比赛,就是米玉廷和柯杰之间将产生一位去挑战上一届冠军,古子豪的这样一位挑战者。 嗯,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场的画面。 嗯,哦,现在这个棋是改用了面对面进行的。 对,面棋,是的。 对,你也是这个下了这一次比赛的。 对,我下了树给的米玉廷。 哦,那你们当时下的时候其实是在网上进行的。 对,我们是其实做得很近,就是在那个棋院下的。 但是我们当时必须是在网络上进行。 哦,但是无法看清对手的表情,对不对? 是,不是面对面这样去下,而是两个人在电脑前对弑。 对。 嗯,那这个棋是面对面下了? 嗯,是到上轮好像是改变的,变成面棋。 嗯,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 相对来说你更喜欢哪一种? 那肯定是喜欢面对面下。 因为总感觉在网上下,感觉下起来不是那么的舒服。 因为你一直面对着电脑,然后本身下起还是比较喜欢手弹的。 嗯,下起来比较有感觉。 当你面对一台电脑的时候,总感觉好像差点意思似的。 嗯,对,那据我所知,其实,呃,谭肖你也是曾经下过这个挑战者决定战的。 下过两次是不是? 嗯,这个确实成绩。 低下了头。 对,对,两次都输。 哦,对,那也是有这方面的感受吗? 嗯,有什么体会跟我们聊聊? 呃,当时也没什么他体会,就感觉,呃,其实下到这时候应该已经挺多盘了。 嗯,当时本来觉得自己转特别好,然后每次都被这手挂,然后给干掉。 就感觉还是,哎,因为下再赢就能挑,就等于进入,呃,头先战的那个冠军冠军,感觉还是挺大的。 嗯,对,但是有点可惜哦。 对,对,非常可惜。 嗯,那所以这一次其实,呃,米玉婷战胜的对手, 当中也有你,是吧? 嗯,是的。 嗯,那么你觉得这个米玉婷现在状态怎么样呢? 他应该最近状态挺好的。 嗯,一直下得也还挺好的。 嗯,所以,呃,其实科技好像最近状态也还不错。 嗯,嗯,对,其实科技本身他对自己状态是挺自信的。 嗯,包括他网上也有很多一波联手。 哦,所以这个两位又是高水平的骑手,然后最近状态又都很不错。 对。 那这盘棋一定是非常精彩的。 嗯,是的。 嗯,嗯,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棋局来看一下。 好。 这盘棋是科技,呃,拆到了黑棋。 对,拆先之后拆到了黑棋。 嗯,拆先之后拆到了黑棋。 好。 科技好像最近布局又下这个两个小目比较多。 嗯,啊,反正他布局还挺多变的。 我感觉。 因为我在网上之前看过他在网络上一些,嗯,网上的对局。 他经常换布局。 就是每拍下张盘,然后换个布局,下张盘换个布局。 嗯,属于一个非常全面的骑手。 是,这样的骑手往往我觉得是比较灵活的。 对,对。 是吧? 因为也有一些,也有一,一类的骑手,他们是常常喜欢用同一个布局。 对,或者一,一致两个布局。 对。 一般让对手去研究,嗯,这两个布局。 以不变因万变,这样的骑手也是有的。 这样的骑手其实很多,我觉得。 很多。 你就是这样的骑手。 算吧,但也不完全算。 哦,我觉得我也是。 因为确实没有实力说每个布局都掌握得那么好。 嗯,是的。 没到达那个实力。 而且其实个人的骑风也是会有一些倾向性的。 嗯,是。 比如说会喜欢实地啊,所以就会选择那样套路的布局。 对,对。 哦,是。 总感觉下自己熟悉的布局呢,可能自己有信心一点。 哎,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个灵活多变的柯杰,这一次使用的是哪个布局? 又回到了这个手这个。 其实手这个我之前也见他下了挺多牌了。 那那他最近的布局是跳这个。 哦,对。一肩高加我还记得。 对,跳这个白棋挂脚,黑棋一肩高加。 这个可能大家也很熟悉了。 对,我也看了几牌。 因为柯杰最近包括往期啊,比赛都是下这个。 那他可能觉得最近又下太多了。 哦,换一种。 再变一遍。 对,再变一遍。 嗯。 那我记得之前他跟,包括跟丁浩都,他也是这个布局。 哦,对对对。 白的,黑的,啊,去一肩地夹。 嗯。 一肩地夹也是柯杰非常喜爱的一个定式。 哦。 基本上我觉得两盘有一盘就是一肩地夹。 至少都是气谱。 你觉得他的研究还是蛮深的吗? 不,就是看上高手的气。 学习学习啊。 对对,对对。 借鉴一下。 太谦虚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棋实战。 但是你一顶是选择了高挂。 高挂。 哎,其实这个布局的话,我觉得低挂我会见的比较多一些。 对,因为一般都是低挂。 然后黑的可能,就如果不一顶地夹的话,黑的正常尖或者非。 嗯。 然后白的再靠这个的比较多见的。 哦,就是让黑棋往这边走重复。 对对,走成一个,在右下角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定式。 啊。 这种比较多。 但是女性显得知道,柯杰挂了。 我觉得有一半的概率啊。 啊,柯杰会加这个。 对。 那么所以他选择了这个,稍微少一点的这个高挂。 对,高挂其实也还好。 因为他高挂的话,现在基本就一个定式。 嗯,抽退。 对。 好。 这样比较简单。 对。 那其实这个格局看出来就是,黑棋比较倾向于实地了。 然后黑的。 把这个头翘起来。 黑的这部飞起。 啊,这部飞起和跳。 其实,呃,我感觉和这个字位置有关。 啊,是。 咱们这个学棋的时候就说要有高低配合。 对,这两个像一个低位一个高位。 另一方面它可能是给白棋这三个子一些压力。 啊。 如果跳的话,白棋有可能会选择小飞或大飞手脚。 嗯。 白棋不见得一定会拆边。 这样的话,飞起给白的三个子一些压力。 嗯。 好,那所以实战白棋这个颗得乖乖拆了。 嗯。 这个黑棋再加过来,这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 我记得小时候学棋的时候,老师教我粘的时候, 当时教的基本都是跳或者尖起。 哦,是吧。 对,这部尖起是不是应该也挺有印象的。 嗯,有。 对,对。 很扎实。 当时老师说,这个飞啊,这有靠。 有靠。 还有加过来。 对。 嗯。 但现在这期可以看比较追求速度。 还是尽可能的尖距稍微大一点。 所以现在这部尖,我好像看不见了。 哦。 要么是飞,要么是跳。 就这部尖等于是,呃,在定时中已经快被淘汰了。 嗯,消失了。 好。 那接下来,黑棋赶紧点脚。 这个都是很实在的下法。 这个点三三的是,点三三我见的是点上面的比较多。 啊。 这部点。 因为这个布局其实也算是常见的一种布局。 嗯。 他也下过。 所以。 啊。 我记得他和谢科。 谢科的孟柏和决赛就是这么下。 哦。 我好像也是有一些印象的。 黑的顶,白的档。 然后黑的斑,白的长了长。 啊。 这个,这个布局。 啊。 米玉亭肯定是有研究的。 当时谢科也是下这个布局的。 哦。 是。 对。 所以,啊。 左上的这部尖叫比较多。 嗯。 那,看来米玉亭对这个也是颇有研究。 对。 对。 柯杰上一轮赢的就是谢科。 啊。 对,是的。 是。 啊。 所以,这个布局大家都比较熟悉。 他选择了这个点角。 点这个的时候,老米。 这下的是烤。 先烤。 嗯。 啊。 这不烤,感觉就挺有意思的。 是用手吗? 啊。 在点三三的时候没走。 嗯。 那,这个,我可以这样认为吗? 如果黑棋要走这边的话,白棋以后就要挡这边了。 是的。 白的会搬。 走。 然后,他可能会选择挡。 这我不知道它会长还会飞。 哎呀。 这个,跟这土还有点关系。 对。 这个不必要。 我们就算长吧。 好。 擺一个简单一点的。 嗯。 然后,他会在这块儿断。 嗯。 好吃。 这个是你的。 嗯。 这个, 可能, 高水平的, 骑游们对这个定式, 还是比较熟悉的。 那白的现在, 现在会拆在哪里呢? 三间还是四间呢? 想拆四间。 四间。 好,我们就拆一个。 在中间。 总之,白的这个靠, 它是一个适应手。 嗯。 如果黑的搬在里面的话, 白的就要借用这个, 现在挡两下算后市了。 嗯。 成了一个小阵式模样。 是的。 这也是白棋, 这这步棋的一个试态。 如果你选择这样的话, 我的方向就转到这边来了。 对的。 但是,实战黑棋, 显然是, 并不想让白棋走成这样。 对, 我觉得靠的时候啊, 应该是, 黑棋有一些, 嗯, 纠结的。 这个地方有点麻。 到底是搬里面, 还是搬外面呢? 是的。 那肯定是不能让被守如愿, 是吧? 这个其实, 他也估计在想, 因为这班里边, 班外面啊, 都是定式。 嗯。 那么就是看他觉得哪一个, 选择的场合好一点。 那实战就选择了外班。 班外面。 显然刚才, 嗯, 我们把那个图, 是能够计算到的, 黑棋。 那么他显然是不想让白棋走成那样。 但其实两个图, 白棋都能计算, 就是, 这两个班应该都是在正常思考范围。 包括黑的场, 就是场外面或者场里面。 这个地方就四种音法。 班, 退, 班外面, 退这个。 其实, 这几种应该都是在白棋预料之中。 嗯, 那么其实, 我觉得在布局阶段, 白棋这种靠, 就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对。 他就是一个适应手。 嗯, 是的。 看你硬在哪, 那我在这个局部采取不同的策略了。 对, 他跟黑棋的右下角的硬法, 然后我这左下角到哪边, 是。 会有不同。 黑棋现在搬到外面, 白棋就不往这边挡了, 对。 白棋就挡在这边了。 我们看看有什么不同。 对。 正常, 当白的长的时候, 黑的, 黑的会飞。 但是, 这样呢, 黑的觉得这下被白的便宜了。 因为, 如果白的挡了长了之后, 再靠的话, 黑的就会搬那侧。 这样, 像刚才那个土, 白的在这边, 多一些纸就没有用了。 但他搬在外面呢, 他觉得, 这个地方他要爬。 嗯, 他想这么先手吗? 对, 他也是, 其实, 他就想要白的搬。 搬黑的搬。 这样, 所以, 他只会把白棋留下了一个断打。 哦, 那么, 以后一旦黑系这个地方, 作战变厚了之后, 就有这个。 马上有断打。 给白的留下了一些弱点。 哦, 原来是这个用意。 对, 所以说, 有的时候, 这一下是白的便宜, 有的这一下是黑的便宜。 嗯, 就这一下还是, 对, 挺考验的。 得根据周围的情况来定。 是的。 那, 这个实战, 白棋是选择了长? 嗯, 对, 他不想留下断点。 他想, 黑的飞。 然后, 还是差不多。 这个地方黑的多爬了一下。 嗯, 但实战, 可以选择的是, 爬。 对。 那么, 这个时候, 白棋不肯长吗? 嗯, 再长的话, 黑的会脱先了。 哦, 比如说, 我把这边, 爆死很大的一手气。 那也就是说, 我这个子损了。 对, 或者我脱先挂脚, 叠三三二等等。 嗯, 都有可能。 哦, 哦, 所以, 这个白棋实战是直接脱先在这边动手了。 对。 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 这个地方搬起来不大吗? 这个四线。 这个确实就是, 嗯, 只能说, AI教我们的是这样。 哦, 就是说, 这个时候白棋是可以选择脱先。 对, 因为这时候白的还有搬的。 嗯, 白的搬黑的可能现在也会脱先。 对, 也有脱先的。 应该有可能也会吃掉。 然后白的虎一个。 啊,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气形。 但是现在白的觉得再搬呢, 可能就是后手。 啊, 这和黑的不爬, 白的拐这个差的, 差的有点多。 这个就是不活了。 这个拐的话, 黑的马上得做活。 对。 多爬一下还是差距很大的。 嗯。 那么在爬的时候, 白的回到了, 右下角。 是。 这就, 这个地方就展开了一波。 对。 定型。 其实, 这都是定式。 这两个角都是定式。 而且, 双方对局者肯定都可以预料到。 哎, 所以你说现在这个棋, 这种搬四子头, 它都可以, 可以不走。 因为。 过去肯定认为是很大的。 他觉得黑的搬的时候, 白的就跟着搬。 也还好。 对。 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当这条边价值没有这么大的时候, 这个搬就没有。 哦, 所以白旗赶紧去定型这边。 对。 如果说这条边价值变小的话, 这个搬就更小了。 对。 主要是看这条边的价值。 是的。 这条边价值。 黑的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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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的搬。 选择一个, 半连搬。 这个地方, 黑旗不能去吃这个吗? 吃这个也是另一个定式。 哦。 这里其实, 这也是一场转换。 嗯。 白的跑。 黑的二度打。 白的踢。 那么黑的打。 哦。 白的沾上。 然后现在黑的呢, 可以拐回, 可以跳出。 嗯。 这个又, 需要纠结了。 但是白的连搬的话, 他觉得现在这个配置啊。 他觉得还不错。 是吧? 哦。 诶。 我看起来觉得这个定式黑鞋还挺舒服的呀。 比如说现在黑走什么呢? 我也要跳。 黑的跳。 尽量往外走吧。 我打吃。 哦。 这个局部应该是死的吧? 然后。 脚上是死骑。 嗯。 但是有一些味道和节菜。 很浓的鱼味。 我要利用的契机。 哦。 你要搬这个, 你就吃亏了。 吃亏了。 我就贴一个。 哦。 那我打起来的话。 站上。 哦。 因为黑的, 这个骑行, 气比较紧。 这个要留下一个下。 这以后。 火急了。 所以说黑的只能。 委屈求全。 对。 补在里面。 这样黑的是吃亏了。 太扁了。 这个地方。 对。 本身黑的应该拐。 拐。 拐白的斑。 黑的再斑。 哦。 我吃掉你是还是。 哦。 对。 这个地方。 不能乱吃。 我要死了。 注意啊。 这个黑心不能直接打。 这个地方不能乱吃。 这样的话就完了。 奇经。 不是出简单的这个。 出奇闻。 奇经之间没了。 我好像怎么吃你都死了。 我沾上你也死了。 对。 你刚才打一个我也死。 铺完。 对。 你直接打我就死了。 我直接打吃你也死了。 对。 然后再挖。 然后一扣打我就没有气了。 这个千万要小心。 这个地方的死法有点多。 对。 一时不知道该选哪个。 对。 黑的等于气太紧。 所以黑气这个千万不要往这里打。 对。 这个地方气景还是要注意一些的。 所以这个黑气是只能走这儿吗? 黑的斑。 白的粘黑的长。 这个地方黑的刚好啊。 呃。 就是以后白的走的时候黑的可以。 诶。 诶。 可以顶路。 正好。 刚刚好。 但是呢这个图也是黑的吃亏。 白的就直接走掉了。 白的就扑。 好。 只能踢。 白的就粘。 我只能粘。 对。 可以看。 其实吃的木数并不是很大。 但是外边被白的全部给封住了。 是的。 黑的可能还得继续粘过。 二线吗? 好吧。 那有点惨啊。 这个主要是吃的木数不是很大。 尤其脚上其实吃的也比较难受。 嗯。 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脚上。 是的。 摆的打吃线手。 白的就是打吃线手。 白的一般。 那么黑的只能二二去煞白起。 对。 然后再。 对。 黑的只能这么续煞。 但是白的通过这个铺啊。 白脚上气很长。 等于说以后白的。 这一逼住之类的。 黑的还要继续吃掉这个紫。 对。 这就是黑西这个局部这个脚上的余味。 对。 给他带来的副的木数。 对。欠了很多。 以后有可能要补回去。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是白起还是可以。 白的好。 对。 哦。 原来是这样。 因为我以前下过一个就是打的时候白起立下去。 白的立下去。 那就差很多了。 对。 这个地方。 又灵活了。 当白的立下去的时候。 嗯。 这个脚就不大了。 嗯。 黑的就。 这拐打出来。 然后白起吃。 黑的就。 黑的就。 算自己尝回踢掉。 嗯。 踢掉。 这样的话等于白起还没有活。 对。 脚上出的很小。 这黑的两边踢花还可以。 嗯。 所以说这个白起还是直接提掉。 对。 那那样的图是白起可以接受的。 所以这个地方黑起没有敢打在这。 对。 像这种。 当白起连斑的时候。 一般都是有。 有些预谋。 啊。 这个是想让你吃。 那么黑起。 哎呀。 好冷静啊。 这一提。 这个时候就是该问白起了。 啊。 其实白起能敢连斑这个也是因为打吃是先手。 对。 现在反而黑起就问问。 我现在提你到底是沾上还是说拐这个。 对。 这期其实通常白的也是拐的。 嗯。 因为沾上被黑的沾的话。 白的。 这六颗子啊。 它还是鼓起。 好厚。 它还得继续走。 是的。 就是不管走哪里。 嗯。 也还得继续走。 所以白的。 还是回到这不管。 还是选择了拐。 嗯。 然后黑起打吃。 那这个就是这个局部的一个标准定式了。 嗯。 但是这个棋好像。 据我了解。 是不是正常的配合之下。 是白起还不错呢。 就外面的这一方还可以。 嗯。 以后这个地方好像是可以什么。 再。 立完了点。 一个。 对。 其实就是这个引中还是比较关键的。 嗯。 那现在白起选择这个定式的理由呢。 哎。 到现在为止。 你这个搬起来。 价值变小。 因为。 当白起随时一走。 一打吃的时候。 这个地方。 黑的基本上就成不了空。 那么。 这有搬的好点。 这有打吃的好点。 就是。 黑的不好。 在下面为空。 啊。 所以说。 白起选择这个图。 哦。 所以这个。 白起也是。 选择这个定式的原因。 对。 配合都是有关系。 随着黑的搬。 白的应该就是。 准备跟他搬。 这样黑的在下方。 并为不了大空。 是的。 好。 那么现在轮到黑起下。 这个地方。 显然是有个影征的关系。 对。 黑起时间就直接去影征了。 是。 那柯杰选的这个定式也是觉得。 上面的这部影征还可以。 确实挺诱人的。 这冲下去感觉就是个分裂型啊。 白起。 对。 那实战。 白起这部补也是挺有意思的哦。 补在这里。 像我们。 原来这种老师家的就是。 补一手就是给它提掉。 非常厚实。 补干净。 对。 但现在。 好像经常说你补的越远越好。 甚至。 啊。 是不是在这里。 啊。 就是经常我看到什么在天上。 就是自己。 来的一个补。 补的方式。 对。 外面影响更大。 尽可能的发挥这个棋子的效率。 对。 现在是。 这里边也有一个原因是。 就是。 当黑的跑不出来的时候。 白的一粒。 黑的比较难受。 哦。 然后。 白的点。 然后我是。 加的吗。 对。 然后我。 挡。 差不多吧。 这也就算成这样。 挡。 嗯。 就是这里面。 黑的。 能把白的杀掉。 但是白的这个。 利是先手。 是个硬腿。 所以说。 经常如果黑的不引证的话。 白的这步棋。 所以。 由于利先手的关系。 白的就会补在外面。 哦。 那这个地方。 黑机是跑不出来的吗? 就被夹死。 哦。 夹。 那我要是再冲的话。 你站。 这。 一般我是。 就是这里。 脚里没交换。 我的提是先手。 现在不行。 现在可以看。 黑的可以搬出来。 但是一般这个提是先手。 我补在这里的时候。 所以就是我来不及。 有可能。 就比如说。 这个时候。 我打成这样。 你再去引证的话。 我现在就提。 提着去。 对。 一般是。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一般我刚才摆成这样的话。 白的比如说。 我打吃一个。 那么黑的不走。 我白的会搬。 哦。 先来便宜。 白的提一下。 这个地方提一下。 然后白的再立。 哦。 两边都收到。 白的再点。 嗯。 一般是这样下船。 黑的。 把白的一收起吃。 白的立是先手。 那么就不需要补了。 那如果是这样去把这个针子补掉的话。 这个白气效率确实很高。 效率很高。 所以这个这个引证也得及时来。 对。 所以这个第一时间的引证是很关键的。 还不能保留这个地方。 明白了。 所以这个。 也得直来直去。 这个有引证就赶紧得把这个利用掉。 对。 要不然等人家打到这儿。 你可能就来不及了。 是。 所以这个是这样。 黑机。 啊。 必须赶紧引证掉。 那么白气补在这儿。 也是高效率的去补这个引证。 嗯。 反正。 感觉。 只要不提。 提的应该是可能。 太近了。 对。 最差的一个。 嗯。 可能在外面走哪儿都差不了太多。 感觉上。 好。 对。 那他实际上选择了这个。 黑机。 挡下去。 必然的。 啊。 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现在白机直接往这儿靠。 白的直接靠断。 嗯。 这个很符合米玉亭的气风。 嗯。 米玉亭是封杀型的。 嗯。 很靠战。 像贺杰是相对比较灵活全面性。 啊。 这个。 这是两位棋手风格间的差异。 对。 那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缠住这个灵活型的气手。 直接靠断。 嗯。 这个也是直线型的。 爬出。 对。 正常来讲感觉白的一般会先往出。 啊。 比如说怎么跑一手。 嗯。 我当时以为有时候白的就啊。 这一圈。 打个比方。 立一下。 然后跳出来。 这是正常的。 可能一般。 这这样相对正常。 但他可能觉得。 当白的有个跳之后。 这个靠段就没有这么严厉了。 那以后白旗再靠的时候。 黑旗。 黑的可能有可能会去转身的下方。 哦。 就有可能这样转身。 对。 有一定的可能性。 比如说黑的就虎一个。 然后冲过来。 这手气也很大。 但是呢。 黑的有可能会去转身。 哦。 这样的话。 呃。 白旗这多一个子之后。 这个再连回来。 其实它只是。 一些这个。 木树了。 就是没有之前。 效率那么高。 可以看。 可以看。 爬一下。 白的长。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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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这个。 其实这样的话。 效率就。 这样黑的。 万万不能接受。 对。 所以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吧。 嗯。 之后这个。 吃完之后。 这个效率并不是说。 有想象中那么高。 对。 那。 所以白旗是直接选择了这个。 靠断了。 这个有点狠。 说实话。 嗯。 因为毕竟白旗这块。 自己这块旗也没活呢。 这期也不知道。 女婷算不算清。 反正。 她先靠断。 别人也挺怕的。 反正。 你会下吗? 嗯。 我是白旗。 我可能会思考。 但是我算不清。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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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 在算不清的情况下。 算不清的情况下。 可能误会一下。 那你不是公杀型的。 对。 这是比较体现风格的。 承认了自己的风格。 不是公杀型的。 云天他可能也没算清。 但他觉得。 他也没觉得自己不行。 反正你也算不清。 那正好这个是对杀的情况。 对吧。 我很喜欢这样的局面。 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 是的。 确实。 因为这种对杀。 说真的。 你给他两三个小时。 没有人能算清楚的。 对。 这期。 不用AI去摆的话。 光让自己去算。 肯定是算不清的。 对。 因为他中间不光涉及到死活。 杀器。 还有各种转换的判断。 这个。 有点。 内容有点庞大了。 所以这个棋手。 作为这个敏玉亭来说。 他肯定是觉得。 那如果这个地方。 我算。 我算清楚了。 就是。 我不会崩。 哎。 这个。 战斗可能五五开。 那我就冲上去了。 因为我喜欢这样的局面。 是的。 把局面导入自己擅长的领域。 对。 那如果是我们谈笑的话。 就可能不会选择这种。 这么直线的这个下法了。 是吧。 那可能也是因为他对手是柯杰。 哦。 他觉得。 如果跟柯杰这个战斗。 站起来是个五开。 他就。 那就。 更会这样去选择。 就更会去战斗了。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 维棋在这个战斗中的变化是最复杂的。 就有可能一不小心就。 这个棋直接就崩掉了。 战斗是这种。 因为有很多不确定的。 我觉得这样。 就维棋中。 比如说战斗啊。 打劫啊。 这种都是特别特别难的。 打劫的判断。 是。 那么如果说你对上一个。 啊。 棋风又不是说。 就是特别偏重于这一块。 它是均衡型的。 然后呢。 这个人实力又很强。 哎。 那这个时候。 感觉很想冲上去搏一搏。 是的。 是。 那实战呢。 就是选择了这个。 对杀。 嗯。 他认为这个棋的对杀有五五开的情况下。 就是我也可战。 就是不是我。 非常勉强。 一看就不太行的那种选择。 对。 这个一定还是依托这个棋手本身的计算力的。 哦。 这个。 并不是说这个。 不管是谁你都要冲上去一站啊。 或者是他觉得他四六开也能站。 嗯。 你只要不是一九开二八开。 都能站。 对。 而且他擅长这个嘛。 他擅长这种格局的话。 他应该就会这样去选择。 你看现在白的把黑的分断了。 黑的现在跳。 嗯。 把白的四颗子封住了。 是的。 现在就看里边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对。 白星虽然说这几个字被封住。 但是气特别长。 而且这个地方是会有一些新手。 对。 比如说白的现在漏。 这白的肯定死不了。 对。 但是他可能会担心。 嗯。 搬完之后。 就白的虽然死不了。 但是你要是在二路这样爬活。 肯定是不行。 啊。 对。 不能接受。 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实际还是选择的粒。 粒。 嗯。 这一粒确实。 这脚上是什么东西就算不清了。 那。 对于这边来说。 啊。 比如说我黑旗如果选择我去跟着你用。 我把这个活了。 那这边白旗是准备选择什么呢? 这边白旗应该是会。 哦。 白。 那我如果是断的话。 断。 感觉黑的应该是不太行。 很笨。 对。 又处于一个不太会了。 走什么都行的感觉。 这样的话排气气很长。 然后黑旗要不停的走二路了。 是吧。 杀气还杀不赢。 有可能。 黑旗这个地方可能也就是六口气。 对。 这个应该是不太行。 黑的应该只能搬。 只能搬这个。 那我白的粘上。 哦。 那我如果不让你回去,我什么能力。 黑的只能力下。 白的一尖。 这一下好像难弄了。 黑旗。 主要黑的这个旗形。 好像不太完整。 出现了一些破绽。 有了这几手旗之后,白旗的手旗刚好点到了黑旗的腰眼上。 两边。 对。 这要出头这有断。 嗯。 那所以黑旗这个地方是万万不能被白旗翻过来的。 对。 等于说黑旗现在。 他知道。 首先我不能挡。 走什么的话我在想。 但是挡一个应该是不太行的。 是。 那实战他是选择了跳下来。 对。 他选择一个跳着补齐。 其实补齐你看方式也很多。 比如说我可以选择力。 对。 或者我。 我要是里边这没有三千。 我还可以选择对外面好一点。 嗯。 或者我要是觉得里面有用。 我就可以选择肩。 对。 这个。 不那儿的方式其实还挺多的。 他实际上是跳。 选择了跳。 那我相信这时候啊。 就是白的立黑的跳。 虽然说柯杰和米玉婷这么高的高手。 但是他们应该也没有完全算清这是什么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里边非常复杂。 嗯。 这个。 首先。 首先排除。 半毡不行。 这被一挡。 对。 这个半毡。 这个气太长了。 我们用排除法嘛。 半毡肯定不行。 对。 然后白旗大飞。 这个也可以排除的是不行的。 大飞被黑的这种一靠。 这一看就不是杀旗的眼型。 嗯。 这个局部可能是会有打劫。 对。 是一个白的非常不利的打劫。 嗯。 那白旗如果拐呢? 对。 白的拐其实应该是。 嗯。 白的立完之后我觉得它。 它是觉得拐一个黑的不太行。 嗯。 就是第一感的话。 因为。 现在拐正常一点。 黑的一般是扩大眼位。 嗯。 但被拐的啊啊啊一点。 对。 黑的就没什么气了。 我觉得。 对。 黑的这个没有气啊。 那如果黑的去这边搬瞻。 嗯。 就拐的啊啊一点。 还是点。 也没什么气啊。 对。 但是。 黑的又不能走啊。 嗯。 啊。 白的一趴。 黑的这也做不出两只眼。 对。 那黑的在这里有个好奇。 就是。 非在一路。 哦。 这是什么。 呵。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我不能搬瞻。 对。 白的也不能猴。 其实就是。 可以。 哦。 我们要记住这个奇形。 这是一个火起。 啊。 就是这里一只眼。 这里一只眼呢。 白的破不掉。 破不掉。 嗯。 现在这个地方。 如果白的猴黑的一做呢。 是个火起。 嗯。 那么。 白的如果点。 黑的。 再去搬瞻。 嗯。 黑的就会成为了一个大眼。 哦。 这是一个白的杀不过的形。 为什么说这是大眼呢? 因为你看我们爬黑的一挡。 再一搬。 啊。 就是我这是个刀霸舞。 刀霸舞。 我们都知道有八口气。 刀霸舞是很难杀的。 哦。 尤其现在黑的这边搬瞻白的还接不上的刀霸舞。 对对。 啊。 这个气就太长了。 那局部这个黑锡飞其实是。 对。 所以在这时候。 我们一听。 它是有一波长烤。 啊。 它就没有拐这个。 我是觉得它立的时候。 它应该。 觉得我。 这里应该黑的不太行。 对。 啊。 我们分析了一下。 因为。 否则白的。 它立完长烤的话。 为什么不搬呢? 有可能有一些别的下方。 对。 对。 我也想问。 为什么不搬呢? 那么它立完长烤呢? 它发现啊。 这个管是它。 应该是原计划准备下的。 但是黑的有一飞。 是。 那么其实。 我们想想。 这。 如果你走这边。 黑的也有一飞。 哦。 总之。 黑的这个脚上。 比想象中要顽强。 很顽强。 对。 往往你说这种脚上的这种点啊。 都是什么一二位。 好像都是要点的样子。 这个黑的这两飞。 确实。 白旗没有办法说去收紧它的气了。 因为。 作为我们来讲。 这拐黑的一飞。 如果我杀不掉黑旗, 我白旗就很难。 难办了。 这个白旗。 如果自己靠着什么。 这跳的档做活。 嗯。 可能也是不太行的。 但是这图决一告诉我们白的。 现在有一八。 哦。 黑旗如果打。 吃。 哦。 黑的。 里边。 白的粘住。 那我这。 这这这。 我只能粘吧。 啊。 黑的补粘。 补一个。 那我白的这时候就可以猴了。 啊。 这个图应该是。 啊。 就是人类洗手很难算到的忙。 我在尖的时候。 你猴一个是先手。 他这个猴。 白的现在这个一路猴是先手。 哦。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 那么这个一路猴。 我只能这个。 不然这个地方被一断就回去了。 我要补。 对。 白的。 在一靠。 走。 嗯。 那么一倒。 对。 本来这个棋可以去打这个是火棋啊。 打这个这个地方是接不归。 这个这个地方如果。 我们。 摆个次去好一点的嘛。 我们先烤。 然后白的打吃。 对。 黑的踢掉。 白的打。 这些踢。 我再打。 对。 那我打的时候就是。 要么我打结。 要么。 可以把黑的断掉。 而且关键是白鞋这几手棋还不损。 还便宜了。 而且这里面也便宜了。 对。 这个图应该是黑的不太行。 因为。 你黑的。 你说我沾一个。 嗯。 这个结。 能不能打赢。 令说啊。 打赢了。 其实吃的也不是很大。 白的把这个脚吃了。 黑的可能也吃亏了。 那这样黑鞋不行的话。 黑鞋能不能从外面打呢? 黑的如果。 外打白的就。 就长一个。 主要外打完。 黑的骑行不太好。 嗯。 黑鞋只能长。 如果长白的就。 就可能先自己做活。 因为黑的这个脚里还没活。 对。 我还得换一手棋去活。 那黑的外面这个骑行就。 不太好。 嗯。 这样的话白鞋这个地方就有靠出来。 或者点出来。 或者我把这子拉出来。 黑的也不见得行。 哦。 是这样。 哦。 所以这个时候挖是一个十字。 挖是一个好奇。 但是这时候胜率特别乱。 就是黑的要打了虎在这里。 然后。 这。 变化图非常的。 多。 非常的乱。 变化多弯呢。 哎。 这个。 好像很复杂的样子。 现在白的如果再猴。 嗯。 他说如果。 黑的走这儿的话。 白的就可以。 啊。 通过这块长气再剪。 黑的要在。 在什么。 挡住。 这就是我们算不清。 啊。 这个。 一眼望去。 算不清。 是。 这个很难算清这个地方。 但是他说。 其实拐弯的话。 白的也是有解的。 拐弯有一巴。 有一个好奇。 那如果这样的话。 当时胜率大概是多少呢? 胜率跟初始也差。 差不太多。 那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很复杂。 这很乱的一个战斗。 都能占。 对。 谁都不会说一下子就崩了。 这种状态。 那么。 这棋我。 当时米玉亭他尝好啊。 因为他发现拐黑的有个非的好奇。 就是从他力开始。 他力的时候。 可能跟这靠段都是有直接的一个关联计算。 当他靠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棋啊。 我一粒也黑的不太好办。 但当课节跳的时候。 哎。 米玉亭突然发现。 这个脚上没那么简单。 这个。 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地方。 好像不好杀。 拐一个被一飞。 是。 那实战下出了。 这个。 敌之要点。 记我之要点。 一个。 一个点。 对的。 这部点。 看起来。 很有意思。 这部点。 当时我看。 眼胡子解说。 张学斌说。 嗯。 他看到那个网络直播上。 他们。 这个点。 他迟迟不敢摆。 他说这个是真的吗。 对。 因为首先啊。 这个棋。 白棋自身是不够成联络的。 对。 点在这个位置。 可以随时一挡或者一跳。 这个白棋都是在里面的。 是的。 因为。 是面对面下棋嘛。 所以也不存在说网络上滑标啊。 等等。 这种。 对。 不确定因素。 嗯。 如果这是。 一个网棋。 这个点可能就。 就会质疑对手是不是滑标了。 因为下到这儿。 本身。 对吧。 你看点R也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大飞也是比较正常的。 你比正常的棋多走了一路就很有可能滑标了。 对。 因为你自身这个确实在我们的这种计算或者感觉当中这首棋其实是没有跟自己产生联络。 对。 应该不在思考范围当中。 而且因为黑棋这个局部啊。 本身这个棋型是不够成活棋的。 本身他的眼位是足够就是已经不够他成活了。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会想去缩小他的眼位。 对吧。 正常杀棋缩小他的眼位。 而这个一点显然是可以让黑棋扩大眼位的。 是。 对。 所以说这个点肯定我相信绝对不是说白棋靠下去之后一个连贯的思路。 应该是算到他觉得自己这个拐啊好像不太行。 不太近。 对。 好像杀不掉黑棋。 所以说出此下策。 点在这儿。 课杰看到这棋课杰肯定也是那个感觉。 一惊肯定是呀。 不是说此刻应该有表情包了。 是。 嗯。 这肯定也没有想过。 对黑棋来讲。 第一感的话我觉得黑棋是会去扩大眼位。 黑的挡白的去搬毡。 哦。 这样。 黑的反正挡白的就搬毡。 然后缩小再缩小黑棋眼位。 这地方总之会形成一个结。 嗯。 嗯。 那其实。 得看这个结是长什么样子对不对? 比如说我黑的不想直接。 我要走这儿。 嗯。 白棋顶打。 嗯。 我站上。 白棋搬毡。 然后。 黑的。 黑的。 哎。 这不是传说中的盘角取四吗? 这时候白的肯定是不能往里啊。 杀这个盘角取四的。 啊。 这个是一定不能的。 嗯。 白的应该会脱线。 嗯。 因为现在这个地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就是你白的在收的气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嗯。 因为盘角取四你要去收他的气的时候里面必然是个打结。 对。 就是当白的你想打结的时候你收你再铺。 嗯。 形成几期结。 对。 但是你不走的话这个地方黑的想打结黑的也需要铺。 嗯。 那谁铺谁就亏了。 啊。 对。 所以说双方可能就不会在这儿走了都留着了。 是。 那这个结其实对于白的来说是蛮难受的。 对。 因为他不只要铺一次。 对。 但是白的也可以先放着。 对黑的来讲也很难受。 哦。 因为白的外围的结差很多。 嗯。 而且白的有气。 白的说我这边有结。 然后这个脚也有结。 嗯。 对黑的来讲。 这个地方是算谁死。 黑的死黑的肯定不能接受。 嗯。 但是白的死他又。 白的死肯定说我要吃你。 他也不好把白的给杀掉。 嗯。 好。 那实战这个。 这样的话这里面是一个盘角驱丝啊。 对。 也有可能。 是一个非常怪的节奏。 嗯。 就是说黑棋挡的时候白鞋都是选择一路斑斩。 是。 那这样已经注定里面肯定是有一个结。 对。 肯定是要打结的。 好。 那么实战黑棋是选择扩大眼位。 黑的斑斩。 嗯。 黑的斑斩主要还是瞄着白的编这个联络的一个弱点。 嗯。 嗯。 就是当我斑斩之后啊。 嗯。 白的这个地方没有眼了。 现在白棋是不能提这被唬下来了。 对。 我也不能斑。 只被一打。 我一打。 嗯。 我也出事了。 那我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 就是你跑的时候。 哎。 那也不行了。 已经不太好办了。 嗯。 就是说跑的时候你要么就算了。 那黑的这一打。 哇。 这个。 这个。 有点难以忍受了。 嗯。 这就是黑的斑斩的用意。 嗯。 斑斩完就说你这个地方有致命的弱点。 而黑的气还挺长的。 黑的一会儿里边可以收气的。 对。 但是收气的话应该是白棋吃黑气的。 吃肯定吃。 就说白的外面可能。 要被收住。 要被黑的收几个。 哦。 这个地方还留有这样的手段。 但这个地方有一跑。 嗯。 双方这个肯定能看见的。 嗯。 好。 那么这个。 是这样白棋是。 冰在这里。 好狠啊。 这不起。 不。 本身我看。 你想它也可以管在这儿。 在管在这儿是。 这样已经静止不了了。 它觉得不便宜。 黑的这个虎啊。 这一座。 这一座的话。 气就很长了。 对。 所以你最好的其实还是病。 对。 就是如果想把局部黑的吃的干净的话病。 但是。 另一个的话。 这个。 黑的。 做个眼。 这个地方白的收起来就比较麻烦。 嗯。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工器都得白棋自己来收。 对。 嗯。 这可能白的不太行。 嗯。 嗯。 所以这个。 这个。 白棋。 挺狠的。 这部棋。 但是白棋这部棋一出之后。 这个局部黑棋已经不可能禁死了。 对。 这个局部其实黑的。 嗯。 里边是有棋的。 所以就是。 当白的米玉亭点这个的话。 应该是觉得。 这局部不太好办。 嗯。 因为。 他。 他算到拐。 黑的一飞之后。 他觉得不好办。 那就意味着。 他觉得这个地方。 他能走成打劫就满意了。 就是他已经。 从要吃黑的变成了。 他自己想办法。 别崩。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 攻手就逆转了。 嗯。 现在变得。 就是。 黑棋。 这个棋。 有了。 打劫之后。 他就可以。 灵活一点的处理了。 是。 黑的。 挡了。 打一下。 嗯。 嗯。 本身黑的。 实在黑的是选择。 实在黑的是选择。 实在黑的选择。 这地方。 为什么不跑呢? 这地方。 科捷没有选择跑。 对。 你刚才这个跑很吓人呢。 我这个白棋怎么办? 跑一个。 白的。 确实不太好收场。 只能挫手。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白的。 那就再加这。 这。 嗯。 我想想这个图。 我有一些印象。 嗯。 但是。 白的走什么的。 走什么应对。 就是。 不太好。 白的首先是不太好。 因为白的现在。 呃。 搬完。 这地方打不回去。 特别有这种错觉。 对。 能打完。 在上面打一下。 要不然都能拍到还可以。 这时候拍不到。 对。 这时候拍会被黑的。 是。 没有机会。 所以说是走什么来着。 所以有些。 怎么能扛住。 这个不打的话。 这样。 被这个打一下。 啊。 这样它有可能。 白的就。 算了。 算了。 或者踢完。 把这个冲回来。 冲回来。 可是你还是。 还得和着火。 对吧。 看着也不太行。 看着不太对。 所以黑的还是应该跑。 嗯。 黑的。 怎么没有跑呢。 对。 这地方黑的。 应该还是跑一个要。 比较严厉。 它是不是。 嗯。 没有这个。 这个。 脑子里面没有这首棋。 有没有可能。 嗯。 没有看到。 正常应该它能看到。 嗯。 不知道。 为什么没走。 还有或许是因为它觉得它现在形式已经不错了。 所以它可能会漏算这首棋。 其实跑和打吃意图是一样的。 像打吃如果白的提掉。 就是黑的就能搬下去了。 就是利用这个子。 嗯。 如果直接搬白的就会坚过。 对。 那跑和打吃其实用意差不多。 是的。 如果能把白的五颗子吃掉。 这边怎么损。 应该关系都不大。 那就不知道为什么。 或者是它就没有想过往这跑。 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它没有想这个跑这种其实是基于它觉得打一个已经满意了。 就是觉得自己形式很好。 对。 所以就没有再想去更高效率的去追求这个地方。 也是有一定的可能。 对。 它就这边可能会松懈一下。 它觉得这边已经好像走什么都可以。 对。 然后这边就很直线的可能第一感觉。 就没有再多想起它。 确实打一个也。 黑的很满意。 这个结果。 是。 黑的打一下。 我再回到右上角。 拖。 可以看这个地方白的只能。 只能这样去打结的话。 变成了。 其实是个两手结。 对于白起来说。 这个结白的难受的点是在于黑的可以先不走。 先保留着。 对。 我觉得我结菜有力我再打。 那我结菜不力我就不走。 你白的要是花两手提了瞻。 显然吃的就很小。 对。 你说差一手齐了。 对。 你得多补一手。 但是你要不补的, 这个结就一直都存在。 可以看这个地方被一提。 黑的已经损失很惨重。 这样的话白起糊起来。 整体来说这个地方留个结。 这个地方黑起还是便宜了吗? 那整体来说这个局部你觉得。 白的肯定是损失惨重。 还是吃亏了。 对。 因为我看现在黑的就算直接打结。 打完结。 招两个结。 胜率都差不太多。 所以说黑的保留的话。 可以制造结彩。 其实这个地方保留住对白起, 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负担。 对。 就是随时我这个地方把你走中了之后, 我就有劫财了。 对。 外面等于黑的一厚, 白的这个地方就很难办。 你就得担心了。 这个结白的现在已经是不能打出的一个结果。 而且这个地方白起也都没有劫财了。 主要是这一提。 先手先手把这个字给提掉。 对。 这个地方的价值也很大。 然后黑棋实战。 破仙。 这个时候应该是下的还是比较心情比较舒畅的。 对。 所以说就分析这个靠段。 因为米玉亭的靠段肯定是已经想好一些对策。 靠段之后她当时觉得力丸, 本来觉得黑的杀不过我。 但是当客家跳的时候她发现计算有一些失误。 对。 谁知道这个小小的一个脚上竟然有如此多的变化呢。 如果她看见黑的飞的话, 她应该不会理得这么坚决。 是的。 所以这个确实是计算上有一些失误。 导致白的打回。 白起打回。 对。 这部打回也很大。 太大了。 因为被黑的一打的话。 可以看这五个兄弟反正一直都很尴尬。 一直都很重。 对。 就是之前吧。 这个曾经它是后世。 很了不起的一个后世。 现在瞬间它就变成了。 对。 别人早一会就死了。 对。 这手节价值很大。 这手价值非常大。 这个脸上之后, 白起依然以后还是有可能是对外边是有一些影响的。 对。 至少白的这块要是厚了的话。 这个节还是有输的输的资格的。 就是也不是说我非要吃了你。 要不然的话。 这个地方是黑的, 紫的话。 黑的打结。 可能白的有一定可能。 找这种都不见得一定是结。 也就是说, 当白起这块结不活的时候, 这个价值就变得更大了。 是的。 所以赶紧。 当白的这块活的时候, 这个结相对来讲, 白的没有想象中这么重。 嗯。 然后黑旗双飞燕。 嗯。 白旗靠出。 也得斑。 然后白旗长。 黑旗长。 这个都是这个局部的一个比较常见的定型。 然后黑旗尖。 嗯。 对。 黑旗之所以这么选择, 我觉得也是觉得这个地方的配置是不错的。 对。 我觉得主要他觉得整体形式不错。 嗯。 其实, 这看起来现在这个结, 嗯, 不知道该怎么判断。 对。 正常来讲, 这个地方白的如果说欠良舍的话, 这里边白的木数就非常非常有限。 嗯。 这地方, 如果双方这个结不点木的话, 我们一看形式, 那就很一目了然了。 对。 白旗全盘就没什么木。 这地方, 嗯。 六六七木。 嗯。 然后加上这个角, 白的全盘就等于没什么木。 嗯。 那黑的这脚, 脚加上边, 上面的这个边。 所以说, 这个结怎么判断, 我觉得对两位棋手还是, 就是对这盘棋整体的形式判断是比较关键的。 但就像你说的啊, 这个结确实黑旗不走白旗要补两手。 然后黑旗走, 它是一个正常的打结的话。 你说的这个双方都不算木, 我觉得也可以接受。 对吧。 就是等于, 作为白旗帮来讲, 我是, 这盘棋我永远不可能画两手去补。 我出来赢了, 我画两手补。 我如果不赢, 我这盘棋就是在这搁着。 你来打, 那么我们俩就打结。 你不走, 我们就搁着。 那也可以这样预见, 就是说, 也有这样一种判断, 就是说, 这个地方算白旗的木树, 但是黑旗外边有两手棋。 对, 那黑的确实是, 那这两手棋, 有两手棋。 这个原子弹怎么发, 这个是个问题。 但现在不太一样。 这个飞刀。 比如说, 我黑的打吃, 那我白的可以有一些本身结。 本身结。 我不是说, 我没有本身结, 你一打, 我带响。 那那两手棋就太厉害了。 所以说, 这个棋还不能这么简单的去分析。 是的。 这个棋确实有点让人头大。 比如说, 一会儿黑的可能在这儿, 如果自己补一手, 那这个结就相对来讲, 就开得比较厉害。 因为白的本身有很多结材。 那这个棋确实有点令人头大。 就是没有办法判断清楚。 如果说白的要花两手棋的话, 那这局部, 白的基本就没什么木。 我们去点木的话。 但是作为形势不利的一方, 他是永远不可能会花两手棋的。 他花两手棋, 那跟认输没有任何的区别。 而如果黑棋去开解的话, 黑棋外面的两手棋, 如果纯粹选择大厂的话, 可能就价值没有那么大。 价值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如果选择这种, 拼杖去的这种棋, 有可能会损木。 那么, 也不是说你一下, 就一个结他就能把对方给打爆了。 而是, 对方还有很多本身结, 你得把这个计算进去。 对。 这个棋就比较复杂。 什么时候开解对这盘棋的胜负, 应该是比较关键。 所以说, 整体来说是不是, 你还是觉得这个棋是黑棋还不错一点? 黑棋肯定是不错, 因为从胜率上看, 黑的已经95了。 现在黑的, 就是人工智能判断, 整体的局势, 黑的已经95了。 像初试的话是白棋六试。 就等于, 白棋的已经亏了很多很多。 是, 但是, 这个, 我觉得像AI的话, 它也不可能有一个图, 就是说我现在可以打上去, 然后我就, 我就走两个大厂。 对。 就这样的话, 可能胜率它会降。 不,这样的话就白棋好了。 就白棋好了。 你真的是, 只是走两个大厂就白棋好了。 所以这个结真的很关键, 不能随便。 打个比方我们, 现在我黑的开上去, 白的提掉。 我黑的, 这两个大厂算挺大的, 搬了搬起来。 好。 这样的话, 就是白棋生驴稿。 你不能轻易的去开上去。 因为开上去, 在人工智能看来, 你真的是损了一手棋。 你可能还, 这多一个字, 可能还损了一幕。 是。 那所以说, 这个结, 怎么把握。 怎么把握, 这个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是会影响整盘棋的局势。 非常关键。 像这种结, 一般黑的都是要先留着。 反正先留着, 但是, 留到什么时候, 万一白的特别厚, 你留着留着, 你就打不过了, 也很尴尬。 对, 所以你接下来下的每一部棋, 可能都与这个棋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现在后薄, 这排棋的后薄非常关键。 哦, 这个棋确实是有一点点难啊。 这个, 嗯, 但是,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棋的判断, 整体来说, 就是说现在局势黑好, 我觉得应该是, 那毋庸置疑。 基本上职业棋手都能感觉的出来, 但是, 接下来的定型又是很考验你的水平了。 是。 你不能纯粹的说, 我去给你开截, 揍两个大肠, 这样是不行的。 对, 尤其像, 大家看, 胜率的话会比较直观。 你看胜率, 比如说黑棋95, 甚至有的棋黑棋99, 但是到底95, 99你好多少? 嗯, 其实有的时候没好多少, 现在可能黑的就领先个三四木, 哦, 三四木棋, 就是你随时一步棋下挫, 那就回来了。 所以有的不太一样, 对, 就看格局, 有的90多就赢得特别铁, 嗯, 因为我也很厚, 你也很厚, 我木树已经就是领先五六木, 嗯, 那就任何职业棋手下都很难翻盘的。 但这个棋它就确实是带了一个这个结, 这个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在这里。 嗯, 这个结还是挺有讲究的, 什么时候开, 是很难的。 很难, 所以我们看看黑棋接下来。 可以看, 柯节的招法就是它, 对形式非常满意, 极度的满意, 就是双边也长的尖一下, 就拆个边。 它应该也是这么判断, 它觉得这个地方, 白的木树比得多的很有限, 它觉得, 让它点点木, 这个白的木确实很少, 如果这个地方不算白的木树的话, 白的全盘就十几木。 对, 其实对于白棋来说, 白棋也很难, 就这个棋它现在不能下得很薄, 它如果下得很薄的话, 这个黑棋随时, 它很难发生那种大规模战斗。 对对对, 就那个时候这个一把飞刀, 两手棋是, 对, 就很可怕了啊。 好。 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呢, 这个时候来挖了。 现在挖。 嗯, 黑棋选择的是打这个。 它只能打这个, 它打这个被白的一沾, 这个棋形已经无法处理了。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对。 所以它打这个, 然后藏在外边。 嗯。 好, 那这个时候, 白棋选择了搬。 搬。 其实它的目的, 就是挖完搬, 都是连贯的。 哦。 就是, 去收缩一下黑棋。 对。 顺便这个地方我还有, 如果白棋先搬了, 这个肯定就挖不到。 哦, 黑棋这边厚了, 肯定打外边了。 所以确实, 这是一个好时机。 嗯。 那, 挖了的话, 就是这个搬黑的就不应了。 嗯。 其实就是, 看白的怎么去选择。 比较难两拳, 这个时候, 是吧。 哦, 那黑棋这个时候, 选择打这个。 哦。 哦。 那肯定是杰铁有力。 对。 不打, 他就想先, 打白的一下。 嗯。 把白棋打进去, 他是觉得有便宜。 打了断。 但是这部断看起来有点损呢。 对, 我是觉得, 这部断看上去有点损。 嗯。 柯姐可能觉得, 他这下打, 还是明显便宜了。 哦。 但我觉得他, 其实这打也没什么必要。 他比如说, 该补齐, 补齐。 比如说, 黑的自己去尖一个。 嗯。 这时候, 要我下的话, 我黑棋应该会尖一个。 哦。 因为尖完之后啊, 这个棋, 这个结看起来就非常严厉。 嗯。 刚才说过, 白的外面结算很多, 但是, 尖一个的话, 像白的可能也有结算。 就没什么结了。 哦。 比较少。 对, 这一个结了。 或者你想找, 可以找找挖。 有点损。 有点损。 嗯。 但底下这种拐, 肯定是不是结了。 如果开结的话, 你拐, 白的只是自己做活, 肯定不行。 得捐一个比较厚实。 对。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棋, 其实要黑棋补一个, 如果白棋再补一个, 黑棋再走一个的话, 这样子黑棋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 如果捐白的提的话, 对黑的来讲, 是非常能接受的。 因为白的提完之后, 它没有提干净。 嗯。 我就在外面, 随便抢个大肠。 白的也不会去沾。 嗯。 或者说, 其实黑棋这一手棋, 就相当于是一个大肠了。 这个棋有一手棋。 这是非常厚的一手棋。 那么, 实战, 黑棋是选择了, 要把这个白棋打回去。 但是同时他又使用了一个, 对, 有点损的节材。 有点损的节材啊。 他们有一个特别顺手的节材。 对。 这个让白棋。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 黑棋是不是还是先别打了? 感觉这个地方不着急。 对。 在走两步, 这个以后再去打也好。 然后, 则这个, 然后提过来。 这个提是提过来, 因为白棋现在也没有合适的节材。 对。 黑的一提, 白的受不了, 白的沾上。 对。 关键是, 柯杰, 就是这打完了, 按理说连贯的思路, 黑的是要拐吃的。 是的。 这样的话, 这个气是有影响。 拐吃完下不一拐, 那这个打吃, 这个我们也便宜了。 对。 但是他实战又没有拐吃。 好, 那这个时候, 柯杰到底选择了走哪呢? 我这个, 我们现在已经讲了一个小时了, 可能这个期我们也有点累了。 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来看一下, 柯杰这个时候到底选择了哪一步期。 也许你无公众号, 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 好的, 欢迎回来。 那么我们刚才也为大家分析过局势了。 这个局势呢, 现在是对黑棋十分有利的。 对。 但是, 脚上始终是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存在。 那么, 这盘棋最后到底怎么样? 其实肯定是要围绕着这个脚部的这个打结的结果。 对。 来产生的。 那这个时候柯杰选择了走哪里呢? 嗯。 刚才, 谭夏跟我们讲了, 就是这个地方, 黑棋上也不是刚把白棋提回去的。 那拐出来肯定是有一手戏价值。 拐出来, 应该不止一手戏啊。 拐出来看着的特别特别大。 而且, 主要是拐出来跟这个不大。 其实它们之间是有连贯性的。 息息相关的。 因为拐出来之后下一步棋这一拐, 可以看到如果白的不走马上就打结了。 那这个拐, 对黑的这个要扳头也是非常关键的。 是的。 你说这手戏价值非常之大。 对,超级大。 特别是黑棋打完这一下之后。 对。 这个是有连贯性的。 但这个时候柯杰选择拐出来。 他选择了还是自己补一个。 那他补在的是跳。 嗯。 跳跟你刚才说, 尖一个补也是不太一样哦。 对, 有点小小的区别。 就是跳呢, 可以看到明显跳着走。 总比接着走, 走效率要高。 更注重于这个效率。 齐的子效。 但是跳着走, 你效率高, 你就会相对薄一点。 那比如说白棋找结的时候, 点啊等等。 对啊。 结菜就会多一点。 说实话是个点, 我都不知道黑棋印在哪。 嗯。 点的话本身应该没什么关系。 黑的就算接住。 啊。 就算接住白的, 应该也拿黑棋没有任何办法。 嗯。 因为这两边, 当白的往处贴黑的一尖, 白的就冲不断黑棋。 哦。 那白棋如果尖呢? 啊。 尖我黑的也是想办法一尖。 被你搂一包, 就也是安全。 对。 这个地方呢, 黑的就是, 只要我黑的不死就行。 我只要能连上。 你这包, 这子什么吃了都无所谓。 所以这个黑棋跳一个联络上是没有问题的。 对,联络没有什么问题。 它只是呢, 当白的点的时候, 你看, 点你要尖, 那白的这地方, 结材就很多。 哎, 对, 还是牵涉到我们上面这个结材的问题。 对, 所以说可以看, 客戒跳着补棋呢, 就是客戒一时半会儿, 他也没想去动白棋。 哦。 但是如果是尖着补棋呢, 明显对白棋就是有想法。 对这结。 比如说我外面有, 黑的有两枚, 或者三枚, 绝对是结的话, 那我黑棋就有可能要暴动了。 两三枚就应该就可以了。 是的。 嗯, 但是, 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说, 这个结, 如果说黑棋一直不暴动的话。 对。 一直到后半盘。 你要不暴动, 我肩就亏了。 就这就很明显, 肩那就不如跳。 是, 那所以这个地方选择也是比较难的。 对。 我看好像你好像还是更倾向于这个吧。 我是觉得, 既然一个, 给白棋压力会大一点。 不管怎么样, 先给他压力。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打结。 嗯, 这个也说不好。 而且就是这样去判断的话, 可能, 对于后面的竞争来说, 你的思考方式会更简单一点。 就是我结材够了, 我就给你去打结。 对,我这样去打结。 那你如果消结的话, 我外面走两个, 我就已经便宜了。 就是, 就比较纯粹了。 那这个的话, 考虑的东西还要更多一点。 对, 就是我打结的话, 白的结材, 然后继续考虑。 对, 你得数一下, 把这个地方的结材数清楚。 而且, 这部棋真正比这部棋, 就是, 效率高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也是稍微比较, 怎么说, 我觉得抽象一点嘛。 你也点不出栏目。 更微妙。 对,更微妙一点。 就只能说我跳一个, 应该是效率高一点。 嗯, 是, 而且, 如果是这样去想的话, 那白棋其实, 这个提回去的心情就, 剪得更弱了。 我白的肯定, 因为, 对白棋来讲, 尤其在他现在, 判断形势, 不是很有利的情况下。 我是不可能去自己, 啊, 去提的。 对,尤其你这个子在这儿啊, 我就更, 会没有心情去往这里贴了。 这部跳也可以看出, 就是正常来讲, 肯定想管。 是啊。 柯杰对这地方, 还是有些担心。 又担心。 比如说白的, 穿出啊, 之类的。 嗯, 他是对自己的后包有些担心的。 确实也是。 嗯, 对, 这个地方, 可以看穿, 嗯, 确实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 穿黑的可能, 黑的也没办法, 黑的我先间断你。 对。 然后白的冲, 我冲, 你把我断了。 嗯, 我再打。 打湿。 嗯, 这样的话, 有一个问题就是, 黑的马上就要暴动。 哦。 这个地方马上就暴动了, 因为白的随时外面一收气, 那白的没有结了。 白的没有结的话, 黑的就暴动的就更快了。 哦, 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 你之前的结全部都不是结了。 嗯, 啊, 这样, 那就是, 呃, 本身黑席, 这个有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白棋走过来的话, 白棋走过来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 黑棋这个局部是死的。 对吧。 杀气的话, 杀不赢。 对。 那这个情况下, 就是纯粹的, 其实白棋吃了这个紫之后, 黑棋就是活这个角, 嗯, 就, 就比较纯粹了, 就是这个木树。 嗯, 你没有结财, 然后把这个打赢。 但现在白的杀了, 跟气有关系。 嗯, 因为比如说你, 你打死我, 嗯, 我摘下, 然后你把我搬住。 嗯, 也要杀不过。 哦, 而且黑棋可以直接在这儿提接了。 对。 就是, 这个,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吧。 白的也不见得敢穿。 是。 穿可能就是, 之类的吧。 这个地方, 嗯, 嗯, 因为, 可以打一下, 这个太大了。 是。 索性就不要会打了, 最关键这首棋, 我觉得还是确实, 亏的, 明显是亏的, 这首棋。 嗯, 到现在的话, 我感觉, 就是去, 点木, 越来越点不清。 嗯, 黑的, 斑, 白的, 因为, 现在白的打吃之后, 白的这块厚了, 那黑的, 如果这块厚了, 然后这个脚, 没什么事, 这块, 白的左下再一后的话, 黑的右上脚, 可能会自然死亡。 哦, 更没有开截的, 对。 但白的越来越厚, 你去这种开截的, 嗯, 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是的, 就是, 你本来可能是通过这个, 结你, 能外面走两个大厂, 结果最后, 你可能也就占两个关子。 对。 就是价值很小的关子。 就是, 一把飞刀怎么用。 对, 可能没有实际用出来了, 这也是比较痛苦的啊。 是。 所以, 还是得看后边怎么去构思。 总是, 肯定是要围绕这个节, 去做一点工作的。 黑棋, 现在是搬这个。 搬。 嗯, 这个是什么用意? 啊, 搬完就是想打断白棋。 啊。 把白棋给打断。 嗯, 因为, 现在对黑棋来讲, 嗯, 我是感觉, 黑棋可能需要自己去想办法找头绪了。 因为正常, 就是我们就正常下, 嗯, 黑的尝一尝, 或者我就拆一拆边。 那木树我是判断不清的。 因为如果白棋很厚, 一会儿脚上, 确实没什么好的节材找, 白的木树也很多。 所以这个黑棋, 像你说的, 他搬完了之后, 打断白棋, 要把白棋走出一块木树出来, 他才好有这个节材。 对, 要么其实黑的不搬那个, 就搬这个。 嗯, 搬这个也是一种思路, 如果黑的不搬, 搬了我就贴, 你一敢搬我就断你。 哦, 那我就不搬了吧? 你不搬, 我就接着贴。 哦,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再贴, 贴完我, 我这边围一块。 我不给你走了, 我要搬这个。 但是如果白搬这个, 这个头背一搬的话, 你又有节拉。 对, 你这块鞋, 随时这个气就紧了, 那就又不一样了。 这个我搬进去实在太厉害了, 这还有打断, 这白的是无法容忍。 这头应该不能背搬, 你要一直长, 那我, 那你, 我一飞。 这不围了一块空了吗? 对, 就是这意思。 嗯, 也是可以哈。 这样, 应该, 这个看着也围了很多口。 也是可以选择的。 但是选择这个图, 嗯, 黑戏就会发现这个结, 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嗯, 因为没有结了, 全白黑的。 嗯, 所以就判断嘛, 这个, 不知道这个图, 柯节, 还有没有判断, 形式怎么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白戏已经蹭了那么多个回头。 嗯, 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 嗯, 白戏看起来全盘也是挺厚的。 对, 这样的话, 白戏就会一直, 更会往下蹭。 就白戏, 我一会跳一跳, 我还威胁黑戏。 是的, 然后我再继续, 对这边没准想办法进攻一下。 所以这个戏也是挺难的。 等于说你补了一手之后, 你会发现, 好像优势没有想象中这么大。 嗯, 是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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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个, 上面这个截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然后, 黑戏搬这个, 这个, 黑戏选择的是另外一套。 对, 就是把这个白戏分段, 然后, 制造一块固体出来。 嗯, 之后再伺机开那个截。 那么白戏, 这个很舒服啊。 这个太舒服了。 这是白戏的全力。 对, 黑戏, 踢。 嗯, 白戏搬两下之后, 就是, 其实应该就也有点防黑戏, 这个搬了推器。 这样的话, 白戏就便宜了。 对, 已经便宜了。 新手踢到这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压制了白戏的这个头。 是的。 然后, 挡住。 那么黑戏搬的用意就是, 打断白戏。 嗯, 打断。 那黑戏计划也是计划好。 嗯, 这个地方, 我随时要开截。 嗯, 那你白戏走出一块鼓起, 我就准备要开截了。 但是这个, 白戏驴亭也是挺耿直啊。 这个地方哦, 既然这样的话, 就是我还是要把这个戏跑出来。 对。 不管怎么样啊, 我这个哪儿的便宜, 我都不能给你。 因为黑的周围也没有这么厚。 白戏压。 我觉得, 这压底下, 确实白戏心情非常好。 对, 可以看白戏的那个招法都是, 这个截它就一直当它不存在。 你随时你打上来, 咱们俩就聊聊这个打截的问题。 是啊。 那你别想让我自己去补两手,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对, 我不光我不补, 我这个地方, 我还不认为我是孤棋呢。 对。 我这走出来, 我觉得你这个地方也各种是毛病, 是吧? 你看看白戏, 走出来之后, 白戏这一点很厉害。 嗯。 这一点, 确实, 点到了黑的一个麻筋上。 对。 这个地方, 首先, 黑戏不能这样去吃白戏, 其实被一冲, 这个戏就很坏。 主要是吃不掉。 对。 对。 然后, 这个地方, 由于白戏有心的手, 这个地方, 黑戏不能跳出来。 跳不出来。 气是很紧的。 你要是想, 你可以拐吃。 如果拐吃的话, 那我白戏就走一个, 那你确定是在攻击我吗? 你还得继续吃这个紫。 那就变成了白戏的紫都在外面, 黑戏的紫都在里面了。 这个黑的完全没有走到任何东西。 你可以看, 黑的把白戏打了冲断这手棋。 首先, 他是一个父母。 他不是说, 就不存在价值。 他不光没有价值, 因为, 黑的打这个是写手。 对。 黑的没有打四路的情况。 这个地方是亏了的。 他把这个打放到了这儿, 一个没有价值的地方。 他等于像走了一手, 单关把白戏分断的。 然后黑戏分断之后, 发现白戏这一点, 比想要留在地。 这么说的话, 他不只是单关分断, 他还是父母分断。 对啊, 我就说他是亏的。 他亏的是这个地方的务术。 好处就是把白戏分断了。 但他也有好处。 他一会儿, 比如说我虎在这里的时候, 这边的木属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好像这边亏的更多一点。 是的。 是, 那所以这个黑棋打断这种下法, 其实是非常冒险的。 嗯, 对, 但是黑棋的话, 他想找头绪嘛。 因为, 如果白的都厚了, 柯杰觉得他就没有头绪了。 这就是一个, 这个截到底该怎么开, 人类怎么去运用的一个问题。 嗯, 像他现在前面, 他自己先补了一手。 嗯, 他补一手当, 白棋补后之后, 他会发现, 首先点目的话, 已经, 已经发现, 就是点不出明显好的了。 之前觉得, 哎, 下下就好。 嗯, 但是会发现, 不去想这个打劫的办法, 嗯, 没有那么好。 嗯, 所以他才会去把白的打断, 发力。 是, 这也可能是他跳之前, 就是做好的准备。 嗯, 那这个, 这一下, 我觉得这个局势又乱起来了。 对, 因为黑的所有的招法都是, 其实为了, 给白棋制造出姑气, 然后去打劫。 对, 那就是看, 到底是你制造出的姑气, 还是, 没有给白棋制造出姑气。 对, 那这块棋,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尤其是, 前面说过, 黑的当打劫的时候, 你还要去计算节菜。 对, 摆在外面有几棵节菜。 是, 就是黑的需要, 现在去操作了。 对, 啊, 这个确实是, 头有点大, 啊,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个, 黑棋实质性的木数, 其实是已经亏出去了。 对, 啊, 这首棋, 到底能不能, 就是, 物尽其用吧? 这个之前, 已经亏了的这首棋, 能不能发挥到他这个打劫身上? 是, 这个是这盘棋的关键了, 啊, 但是, 看起来啊, 这个招法上, 我感觉这个白棋还不依不饶呢。 对, 当白棋点在这儿的时候, 其实, 啊, 现在胜率黑的就只有70多了。 从前面的95, 呃,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当70多的时候, 这个胜率啊, 基本上, 我们人类是判断不出谁好的。 啊, 一般当90多的时候, 有一方, 就是优势一方, 应该是感觉到自己会明显好下的。 嗯,嗯,嗯, 当70多的时候, 全盘, 尤其, 这盘棋, 关键的这个结, 嗯, 这个胜率就对骑手来讲, 就感觉不到出那个胜率的差别。 太难了, 那其实, 呃, 如果胜率是70多的话, 大概是多少目呢? 就是半目升幅, 就是赢半目, 就是, 尤其收官, 到, 后面小关子的时候, 可见很难受。 很难受啊, 这个点确实这个形状的要害啊。 它可以反击, 首先跳不行, 只能这个反击, 要么它就, 啊, 贴住, 哦, 贴住的话, 白的是不会再长, 白的长, 黑的就能跳。 嗯, 但白的可能会, 选择比较心理的下法。 这样, 对黑漆来讲, 黑的也, 对, 黑的现在, 这边, 啊, 比如说我补一个, 嗯, 那作为黑漆来讲, 我在干什么呢? 我这个, 花一手旗把白的打断, 就算白的, 我现在, 啊, 飞一个, 嗯, 那看着白的这, 也不太像骨骑, 尤其, 白的这边非常厚, 对, 你说一会儿, 白的中央, 看着还有点浅力, 嗯, 你抓也没抓住它, 而且, 这种鞋, 你打结的时候, 你吃这五个字, 根本就很小了, 根本不是结, 啊, 我们所谓的就是说, 把白漆变成一块骨骑, 指的是一整块, 一大块, 那你单纯的这种虫啊, 那都不是结了, 一般, 就是打结, 我怎么也得找个二十多木骑的, 我还找个石木的, 那根本就不是结, 那是一个关子, 所以说, 你说白漆, 这两手漆啊, 它都在外表, 很清零, 这块漆, 哎, 我随时这个, 你要找结, 我这个可以给你, 嗯, 你没有办法一下子, 把我这个地方, 两手漆, 给我全部吃进去, 嗯, 而且甚至, 就是打个比方, 白的再走一走, 嗯, 你打结, 白的这个地方, 也有结彩, 哦, 这个, 我还存在转换, 等等的这种判断问题, 你黑象没火的话, 白的也有结彩, 嗯, 这个很令人头大, 所以这个地方, 不能忍了, 所以觉得, 他忍不了, 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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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选择这个反击, 这个狗冲的形状, 是不好看的, 但是, 确实, 黑鸡忍不了了, 觉得这往, 往里贴这个, 实际是忍不了, 这确实, 这是, 一种心情, 非常能理解, 长, 然后白鸡尖, 嗯, 那为什么忍不了, 他觉得我这, 冲冲冲, 嗯, 把白的冲中了, 刚才说你清零, 嗯, 我现在先给你冲中, 好的, 但是我的头在外面啊, 但是, 那我管不了, 我现在给你冲中, 好, 嗯, 那他为什么没有贴呢, 因为他觉得这样冲了吃, 木树要好一些, 嗯, 因为白鸡你现在打不回来, 这打被我一打, 哦, 这是个结不归, 结不归, 这一恰失注意了, 等于你只能尝一下, 嗯, 那, 那, 作为黑鸡来讲的, 我这拱拱拱拱拱, 啊, 这把你吃了六木齐, 嗯, 啊, 他是这么想的, 关键是我也活了, 对, 但是白的头确实是在外面, 头有点唱啊, 你别说这个齐, 嗯, 白鸡现在是, 点, 哦, 还要先点一下, 嗯, 现在他, 他要点, 趁白鸡, 黑鸡这个子不能被冲过来的时候, 对, 一起沾上, 白的在飞, 嗯, 这一串可以看, 虽然说, 黑鸡把白点中, 但是确实, 白所有的子都在外面, 哇, 这个齐,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个打断可能, 冲动了, 对, 不理想, 这个至少他这个结果不是很满意, 没达到他的目的, 嗯, 效果不好, 打断本身是想让白的这个, 成为一块骨骑, 嗯, 甚至你这, 左下角, 嗯, 也是块骨骑, 我两块骨骑怎么一缠绕, 想法是好的, 对, 白的全在外面, 你说白的一会儿, 一跳的话, 这全都是木了, 等于说, 白鸡现在依靠这个出头, 使得这个下边和这个下面的形状都立体起来了, 对, 白鸡还有可能去沉木了, 是的, 哦, 整体来说白鸡倒是有一个配合了, 嗯, 其实主要原因, 我觉得还是这边白的比较厚, 嗯, 那么白的, 但凡只有一块骨骑呢, 他不怕, 啊, 他随便你怎么进攻都行, 那黑, 把黑鸡逼得, 啊, 再想给白的多制造一块骨骑, 啊, 想这个, 几块骨骑又一起进攻, 嗯, 这个, 这个, 理想虽然是很好的, 但是, 现实, 这个落到鸡盘上, 这个鸡, 确实是没有拿住白鸡, 嗯, 那有的时候就是, 当你, 呃, 就是我想了一些, 就是想像这样啊, 想像像这样, 当我像这样的时候, 我发现, 哎, 这串好像不太好, 非常不好, 啊,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对, 对, 那个时候我是觉得, 是不是想法进入了一个死骨痛里面, 或者就是觉得, 这个图我是不是还行, 就像我之前, 比如说大姐, 嗯, 然后就是, 一串的那个计算, 觉得这个图, 是不是还行, 嗯, 然后下完之后, 人家已经九十几了, 哈哈哈, 就反对人家, 对, 送到人家这个, 好的这个局面下去了, 哦, 所以这个, 确实, 这个, 这个地方呢, 而且, 主要是刚才那个局边, 黑戏选择太多了, 对, 有很多不可预判的, 对, 像这种, 这种冲的话是可以预判的, 嗯, 像这个打断, 我觉得他, 当时就不知道打断会下成什么样, 首先, 他不确定白的会不会拉出来, 嗯, 然后拉出来之后, 啊, 他也, 柯姐也不确定能下成什么图, 但是当白的点的时候, 他会发现, 那就只剩下两个图了, 但是他选择这个图好像, 啊, 应该忍, 应该, 他实际上还是给白的, 外面太多的子力了, 是, 这一下, 黑的好像有点难度了, 对, 黑的会发现, 这个地方, 白的随时可以长, 上边, 如果黑的不走的话, 白的一长了一冲, 非常的厉害, 这个确实, 你, 黑器挡不住了, 对, 你黑的挡, 我白的把你连根, 我给你断了, 嗯, 就白的说, 你这, 你也聊聊自己的大块, 那如果你是被白的冲过去, 那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嗯, 这个黑的死了也得挡, 所以说, 这个棋, 确实, 自身黑器, 还存在着, 对, 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 也薄了, 嗯, 那我也不能再补, 我这是在花手棋, 这个, 补一个也不太像花, 嗯, 所以, 这个, 确实, 接下来很难, 对, 这个棋, 感觉下来这儿的话, 就是黑的, 一直在寻找头绪, 其实, 先触招的人是, 比较吃亏的, 啊, 因为先出招, 你得一通策划, 那你有可能一个环节没有策划好, 对, 就是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是, 别人只需要等你去出招, 然后我去破你的招, 诶, 有道理, 这个说的, 这搞的人有点难受啊, 不知道该做何种决策, 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个比赛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不是, 有的时候你越想, 那个想的越是错的, 对, 这个, 看来这个节啊, 咱们说是不是就不应该着急, 嗯, 其实就还是应该, 这也搞不清, 你说不着急, 像刚才的局面, 再下下, 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的, 那这个, 这个如果是按结果说的话, 可能怎么说都可以, 但是当自己下的时候, 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是, 那看看, 接下来这个怎么操作了啊, 对, 柯杰也忍不了, 他, 他觉得, 这个棋我再不开, 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 比如说我走一个, 白的说我这个, 再连一个, 联络好, 嗯, 那, 这个地方白的依然有本身结, 那刚才说过, 黑的自己, 也可能会被白的找出一些结, 嗯, 嗯, 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结, 反而, 现在直接来了, 但是, 刚才我们也说了呀, 这个直接来的话, 他还有, 这个结擦的关系呢, 这个地方, 黑的其实是有一枚结的, 对不对, 这个地方, 他是应该算自己有两枚结的, 他觉得如果是, 这能, 走一个, 打完了, 沾也是一手结, 这样他觉得可能也还可以, 哦, 这里是有两个结, 那么中间, 是不是只有一个结呢, 中间, 有结吗, 不知道, 这个结, 也有点损, 也不见得是, 太损了, 那白鸡刚才说的, 这儿, 对, 这儿明显有好几个结的, 对, 对, 这主要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计算, 嗯, 那这个时候, 确实是, 也忍不住了, 忍不了了, 这个时候去打结, 白鸡提结, 然后, 黑鸡找结, 白鸡站, 黑鸡, 黑鸡, 看来也是, 之前黑鸡这个, 分段白鸡, 可能就看中了这地方两枚, 两枚, 对, 特意去造的, 对, 白的靠, 靠, 黑鸡, 其实, 靠, 你想把这个削了, 削结, 它削结确实对黑的来讲, 嗯, 有点, 不太能接受, 因为, 小姐, 比如说我们, 长处, 我们看看, 黑的等于, 六八十, 那我跟她, 她呢, 这脚上多了十木器, 然后, 那之前, 她这个地方一定没给白的, 怎么去点木, 她一定觉得这个地方, 肯定不能, 比如说点一半木什么的, 嗯, 她不能接受, 嗯,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 现在局势怎么样, 嗯, 给她吃一个, 嗯, 摆在走什么, 感觉摆在这, 尖一个看着挺大的, 嗯, 这不好判断, 这个怎么判断呢, 对, 是啊, 这个地方不是这个, 白鸡好像这, 飞出来还能出来, 黑鸡, 对,这个确实, 我是判断不轻, 那你先给我们点一点木树, 木树上看看怎么样, 再看看后报, 黑鸡全盘55目, 黑鸡全盘55目, 啊, 感觉黑的肯定是不领先, 不领先, 因为我们就这么算的话, 白鸡全盘也有, 也有个40多目了, 再加上其实白鸡现在的潜力比较多, 感觉白的中央有些潜力, 而且, 比如说这种, 一挡, 这里有木, 这个地方能成很多木, 所以, 这个转换黑鸡是不行的, 对, 其实他, 我相信黑鸡他下棋的时候, 他也不是说, 比如说这样, 然后我们去点, 当前形式怎么样, 而他会去判断, 这个转换他便不便宜, 就是我现在, 比如说我脚上石木鸡, 那白的吃了我多少木, 然后我去判断这个转换的得势, 那形式好坏的话, 那是这个形式的问题, 我只能下出我当前最好的招法, 哦, 是这样, 那显然是不乐观, 对,因为, 黑的, 比如说我这, 石木鸡, 那白的, 你看这个地方吃了, 一二三四五个子, 然后加一些按摩的话, 应该, 白的吃了有二十木, 那, 这个地方本身, 黑的觉得, 白的应该欠着一笔的, 嗯, 对, 像这个地方, 黑的不可能之前给白的要, 呃, 点石木起嘛, 脚力肯定不能算石木, 嗯, 因为正常一个打结, 算一半的木数嘛, 但是这个结才我, 这个结我可以留着的结, 白的需要画两手的结, 那如果扣两手的木数就很小, 嗯, 所以说, 面对白的这个靠, 肯定觉得它是要硬的, 啊, 还是得硬住, 长白的靠的时候, 不得不硬, 转换不行, 他觉得转换, 他亏了, 那他还不如不开截了, 在这地方如果转换的话, 他可以, 刚才就自己打一手, 啊, 那我随时开截, 你想吃我这个, 我黑气给你还是可以的, 嗯, 那黑的显然不急, 嗯, 那么就, 硬住了, 硬住, 第一, 然后黑的, 嗯, 黑的靠, 这靠一个也是很损, 这个靠, 靠, 靠首先它, 倒是, 结肯定是结, 因为这一冲整个都死了, 对, 白气, 但是我看决一说, 其实这个靠已经不是结了, 是吗, 他说白的长一个, 那我现在是粘这个还是粘这个, 嗯, 他是说让粘这个, 因为如果粘这个的话, 这节菜太多了, 嗯, 然后白的消了, 消了, 那我再冲过来呢, 然后白的就, 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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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如果是好, 需要粘回, 粘回还是拐呀, 因为我把它, 还要做一个, 啊, 你杀不掉我, 这样啊, 我做完我再, 连出来, 那我这个不是被骗了吗, 但是你粘在这的话, 白的, 往回一挡, 挡, 我结财就不够了, 那这个地方, 结财就太多了, 令人多大, 其实也一样的, 你粘在这我就算拖鞋, 你冲一个, 我搬一个, 嗯, 你粘上我一虎, 你也杀不掉我, 哦, 还是啊, 对啊, 一人吃不掉我, 对对对, 他就显然不能吃这个, 这个被冲死, 嗯, 那肯定是得不偿失, 那确实是, 呃, 白七如果尝掉之后, 黑七这个就不是解, 对, 他就觉得他不是解这个, 那, 就我们看来这个冲, 看上去肯定是解的, 确实, 我们应该就没有想过, 黑的这种靠白的会不硬, 嗯, 因为不是说, 黑的一提就把白的就给提光了那种, 嗯, 而是觉得白的还有一些, 本身解的情况下, 白的肯定要会, 是, 这个也就是因为, 白棋有本身解, 所以, 对, 这个, 我觉得跟刚才这个有点像, 就是说, 呃, 这个棋, 我们之前不是白黑棋充一个, 加一个可能会更好吗? 嗯, 可能就是当时, 柯杰是觉得形势不错的时候, 他已经看见了一个, 呃, 他看得比较清楚的一个, 就是优势, 明显优势的下, 对, 然后可能就省略了其他的变化,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 我相信白棋, 如果这个地方已经没有本身解, 白棋一定会想一想, 不是, 白棋那也不用想, 一定会消解, 如果这个本身解不够的话, 就是比如说, 走完之后, 黑棋这有一枚嘛, 白棋只剩一枚的情况下, 对, 那他肯定也会想一想吧, 就是肯定会想其他办法, 想办法消解, 对, 那, 正是因为这个白棋是不是认为, 这个地方我结他时间是够的, 对, 白棋觉得他现在我这有个结库, 嗯, 你黑棋能看见的就是现在这个打, 对, 打完之后呢, 黑的全盘就没有结了, 没有了吧, 在白棋看来就没有, 我必须要硬的结, 嗯, 你这个结我都是可以考虑硬不硬的, 是的, 那所以这个白棋还是硬了, 实际上还是硬了, 嗯, 那么黑的小姐, 不黑的T姐, 对, 但是就是说咱们刚才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定型, 他没有选择, 嗯, 好, 那接下来看看黑棋是不是要硬结了, 硬结的话是在决一思考之后呢, 决一觉得他也是硬结最好, 哦, 决一开始是觉得小姐, 因为小姐的话白的胜率已经高了, 哦, 是, 但是他, 他其实现在发现更好的下方, 哈哈, 因为白的就, 长这个, 长一个, 长, 长, 这是什么呀, 首先, 黑棋现在不能消解, 不, 黑的现在, 就是首先黑的只能消解了, 因为我, 消解我冲怎么办, 我没法硬啊, 这黑的我再怎么硬, 我这节才硬不完了, 哦, 对, 行, 那你消解了, 我只能消解, 那我冲过来了, 然后白的冲, 嗯, 然后黑的, 吃, 那我再沾, 沾, 对, 这也是冲给出的图, 哦, 黑的冲, 白的断, 嗯, 黑的冲, 嗯, 白的打吃, 是, 是的, 嗯, 但是, 这个图, 我觉得, 嗯, 好刺激啊, 整个, 嗯, 就是白的, 我现在可以, 在不弃子的情况下, 我现在白的弃子, 飞或者打吃, 嗯, 总之, 我白的是要把中央, 全部给护住, 嗯, 这样的话, 白的胜利, 就是, 如果是像这样的话, 应该, 白的就得95, 朝上了, 哦, 这样, 但是这个, 人类好掌控吗, 这个就是, 首先呢, 我们, 这个图, 我们需要判断, 我们要一阵点目, 这,这,这, 到底点醒目, 包括黑的跳完之后, 黑的去长的目, 嗯, 下方, 白的有可能会漏风的地方, 嗯, 就是我们人要花, 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去判断, 嗯, 所以, 虽然说, 这个胜率很高, 但是判断起来, 还比较费劲, 对, 判断起来, 我觉得, 不是一时半会能判断轻的, 那也就是说, 不太好掌握这个图, 就是你要是, 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就只有这一种, 嗯, 你就也只有这么下了, 但是, 当白的有别的办法的时候, 确实, 可能不会选择这个图, 嗯, 是, 这个图, 这个, 又是形成一场大转换, 就是说, 你过去对于这个, 旗的评估, 全都作废了, 现在就重新开始了, 我们点别的母, 就是, 这地方怎么突然一下, 黑的把白的给吃了, 白的全弃了, 对, 把白的去为中央, 是的, 嗯, 那, 但是这个图, 确实是可以选择的, 嗯, 确实, 但是实战, 我觉得, 敏玉亭的这个下法, 还是更符合我们人类的, 这样的一种选择, 对, 我们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会去计算, 这种大的转换啊, 这个地方, 我觉得确实, 现在黑鞋只剩一枚结了, 不是吗? 而且黑的内, 也不是说绝对是结, 嗯, 白的也是可以考虑, 啊, 小结的, 嗯, 就像这个打吃, 这个打吃完这个粘, 就是, 我们去判断, 下一步洗这个粘, 是逆收多少木的问题, 嗯, 是, 那, 大概逆收20木, 嗯, 但, 但这个地方, 说实话, 这是白鞋长, 这段都不是行吗? 白的长, 问题就来了, 这白的现在长的话, 对黑鞋来讲, 那, 到底应该应呢? 那你不应我冲出来, 不应冲, 黑的其实就还是, 啊, 这一说我要给你吃掉, 就算了, 就是他觉得这个结大, 现在, 现在的话, 如果黑的消结, 嗯, 就是白的胜率只有不到80, 70多的胜率, 但是黑的随时一应结, 白的就是95, 啊, 黑鞋把这消了, 是不是白黑这个地方, 也不好吃黑鞋啊? 还是好吃的, 一冲, 好像, 我班主呢, 我们看一看, 啊, 如果我班, 你还要跟我杀气是吗? 嗯, 就冲出, 我们来看一看, 打吃, 提, 嗯, 我就, 啊, 提, 但是黑的现在会先提, 哦, 对, 这看着确实还是很复杂, 是啊, 因为我要是粘住, 被黑的这一搬, 我感觉我头有点晕, 嗯, 啊, 这个, 那么, 白鞋有没有可能断, 那我, 白的有可能不, 不冲, 哦, 不冲这个, 对, 白的有可能算了, 我要是想吃黑的, 其实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嗯, 我就, 嗯, 吃一个, 吃一个, 我, 啊, 啊, 这是黑的已经消了, 已经消了, 啊, 这一搬, 我只能吃这个, 嗯, 那, 你如果吃这个的话, 我这个, 黑的沾不上, 这个地方沾不上, 这要是被白的吃一下, 那就又不一样了, 黑的搬不断白的, 这个被出摸, 就不行了, 等于黑的现在回去, 自己回去, 灰, 啊, 白的提, 哦, 这样子, 对, 等于说黑的需要判断, 我黑的是火脚, 啊, 可以看我是火脚大, 还是, 要这五个大, 嗯, 还是一个到底哪里大的问题, 还是刚才的问题, 而刚才是白的这样, 黑的自己吃回去, 其实黑的有可能便宜, 啊, 这样还有可能便宜, 因为是刚才是这样的话, 嗯, 轮摆下, 嗯, 对吧, 但是现在, 白的虽然提了一个字, 但是呢, 现在是如黑下, 嗯, 那确实啊, 黑系有便宜, 对, 黑的是有可能是有便宜的, 嗯, 对, 哦, 哦, 绝对不止一枚结, 那我们可以继续看, 哦, 黑的跟着硬, 哦, 这是实战, 对, 白的提结, 嗯, 黑的打这个, 黑的打这个, 对, 黑的也是补一个, 对, 啊, 随时就面临着一个, 转换, 我要是能转换就可以了, 是的, 这个反过来思维, 这个也是我们, 就是, 对手不能接受图嘛, 我肯定是喜欢的, 或者是, 你, 就是别让对手下成他如愿的这种参考, 是的, 是的, 那这个怎么办呢, 一种逻辑的推理, 没错, 那也就是说, 当黑棋应了第一步之后, 又应了第二步之后, 这就已经决定了他会应第三次, 其实就是等于双方, 对局者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黑白都觉得这个地方比脚上要更大, 就等于他们俩判断, 是一样, 一致的, 首先他们俩自己判断, 然后经过对方的一个肯定, 得到的对方的肯定, 这确实是这个大, 这个就是手弹了, 是吧, 但是他们的这个, 这个互相之间的肯定, 但是没有得到那个AI的肯定, 对,没有得到AI肯定, 但是你下前手, 你也看不到AI, 你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神, 对, 那也, 那确实, 看到, 或者看到柯姐, 或者看到老米露出了迷之微笑, 对, 这个就是, 其实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人类骑手在两个人对阵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一种交流了已经, 对, 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个, 黑骑是不接受, 呃, 这个中间被吃, 然后活着, 这个中间比较大, 哦, 对, 因为刚才说到就是, 米露婷有的时候下棋, 她嘴角会露出微笑, 真的, 然后这时候, 就比如夏文琴问她, 你在笑什么, 她说, 我没笑, 但是总感觉她嘴角在微笑, 但是给对手一种, 她形势很好的感觉, 好, 那这个, 这个确实是, 这个, 但是她这个确实是, 会不会真的是, 就是形势好才会有, 也不是, 有时候不好的时候也, 也会迷之微, 所以叫做迷之微笑, 就像克杰有时候她会揪头发, 嗯, 就是, 就是一个习惯, 但是克杰揪头发的时候, 有可能她形势还挺好的, 啊, 就是她可能是一种, 就是不自觉的这个习惯, 对, 下意识的一个习惯性小动作, 对, 那也是, 好, 这个也是挺有趣的啊, 这个, 哈哈, 啊, 黑的, 你看, 黑的, 黑的判断就是, 这个连班告诉我们, 嗯, 黑的觉得, 这个脚啊, 没有外面她走两手大, 因为我如果把脚, 这个结削掉的话, 嗯, 外面的五个子会死, 那么我先把外面五个子救回来, 我外面还可以连走两手, 啊, 她觉得这样更大, 嗯, 哎, 但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些, 对, 有一些问题, 嗯, 这不是有个肠吗, 那可以看这个, 黑的, 斑啊, 当时, 还是硬了, 对, 白的硬, 那当然要硬, 因为, 这个也真是, 然后踢, 然后白的打, 又是舒服的一枚捷, 找任何一枚捷, 就是, AI都推荐黑的要消解, 但是黑的捷, 前面硬了一二三, 就肯定会硬四五, 是的, 可能这个, 从第一步硬开始, 就已经注定了这个结局, 确实是很难判断的, 嗯, 这个打结的, 价值, 嗯, 白的踢, 白的踢, 然后黑的再压, 对, 你看黑的, 感觉就是在外面下了两步踢, 这白的实在是, 引不动了, 因为, 你在搬着也在断, 嗯, 嗯, 然后沾, 那黑的就是, 这贴了长了一手, 基本上, 那感觉, 好无聊啊, 看着也不是很大, 如果, 这边是, 黑起有子, 然后, 还看着挺大的, 最关键的, 现在白的这块, 变厚了, 是吧, 你靠一下又损了, 我现在, 毫无压力了, 对白的来说, 那你看下一步骑, 老米他, 怎么, 啊, 出, 继续, 这个地方, 白的说我找结, 我觉得我还挺便宜的, 这地方找结, 本来黑的觉得白的找的是损结, 但白的说你这出, 还欠着, 一个打结, 对, 这白的, 黑的, 白的, 透湿出来, 那这个地方就相当于, 这个结, 黑起不能输, 一输,白起从这儿冲出来了, 对, 但是, 问题来了, 刚白的, 点这个的时候, 黑的, 应不应解, 这个, 这手机刚才也说了, 巨大无比, 首先木树, 再加厚薄, 对吧, 就是白的, 如果是把黑的, 这一断死, 那外面的什么, 骨切, 全木不存在, 断死之后, 反观黑起, 黑的六颗子, 就不活了, 没眼, 而且局部这个断死, 就是二十多木, 对, 木树, 这个, 黑起还能硬吗, 一硬, 是不是全盘无解啊, 如果可以硬的, 一硬的时候, 白的一提, 肯定是找不出解, 那么, 黑的就需要沾上, 哦, 那这被打出来, 是什么情况, 打出来, 黑的, 长出来接着脸, 哎, 这是实战吗, 这不是实战, 这个冲不来, 这是我们现在摆的, 参考图, 参考图, 但是黑起, 不太行, 就是黑的, 长出来之后呢, 你先压一下, 长出来之后, 就说你白起啊, 这个地方, 你, 哦, 你不见得到火, 我肯定是要杀你, 嗯, 嗯, 那现在, 白起, 这个吃了也不小, 嗯, 这吃了, 你看1234568个字, 然后加上木数, 就是白的已经吃了二几目, 可能是接近小三十目的价值, 那这边白起, 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弃了, 然后把这个围上, 问题来了, 白的非常有可能把这个弃了, 白的有可能会选择, 这种小跳, 就是不让黑的吃的非常大, 嗯, 你说如果白的真的是尖, 还真有危险感觉, 尝一下, 这你这块起不说怎么样, 你下面这油和紫, 应该基本上这毛了, 所以说白的全部要的话, 还真不见得, 但是现在由于白的呀, 这个把黑的吃了, 有很多本钱, 嗯, 可以选择跳在这儿, 弃子, 哦, 黑起如果靠的话, 靠, 白的就跟着搬一搬, 那就算了, 哦, 这是我冲, 嗯, 你冲, 他可能就想办法粘住, 只要他保证自己是活气就行, 哦, 这样, 嗯, 嗯, 挡, 然后, 嗯, 挡一个比较, 对, 我感觉这样会乱一点, 嗯, 但是可以, 白起这个已经不会去, 但白起肯定是要弃子的, 哦, 那, 这样的话, 其实, 这个形式判断,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做的, 就是白起气了之后, 对, 然后这个活了之后, 赢不赢, 啊, 什么, 因为黑的打结, 这已经, 这个已经死了, 黑的只找了一个这个贴的结, 对, 本身, 啊, 这两步棋的木树不明显, 嗯, 那如果黑的吃的, 没比白的吃的大太多, 其实黑的木树就不够了, 是这样, 那, 所以这个判断还比较容易得出, 对, 嗯, 得出结论, 那这个, 所以黑起这个地方, 结不能败, 嗯, 但是结不能败就意味着, 这, 这个怎么办呢, 被断死, 是啊, 这个, 其实, 结一, 得出结论就是这个, 这个是不能死, 不能死, 但是结败的确实也不太行, 就这时候黑的已经, 已经崩盘了, 不太行了, 哦, 那确实主要是这个地方的判断哈, 这个地方的这个价值判断, 这个结开的不是时机, 这等于被白的找完结之后呢, 还欠着一个定时炸弹, 黑的这走两手被, 老米这又开爆了, 是, 根本来说, 白起这个打结是很果敢, 对, 很果断的就, 这个, 只要一枚解采嘛, 就这个地方有一枚, 就可以, 像黑的这长处, 我觉得当时柯姐就是, 想让白的他怎么去联络, 你联络的话, 反而不好联, 哦, 但是你不去联络, 这一冲一打, 我感觉, 黑的就, 就难了, 白起索性就是, 如果能把黑起这个地方卷死的话, 这个索性就气了, 他就飞向的话, 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对于白起来说, 哦, 那实战呢, 黑起就, 选择消极了, 哦, 白起这一段, 关键是这一块的负担都没有了, 对, 不光是木树, 没有负担了, 而且黑的还不活了, 现在就不存在, 黑的再去说, 想办法杀白的了, 对, 黑起还得想办法, 最大限度的, 能不能威胁白起的同时, 把自己这块起做活, 实战呢, 黑起是, 对, 直接比到这儿来, 嗯, 不过这时候, 应该, 就是, 柯姐也知道自己肯定不行了, 嗯, 因为, 可以看, 从这个打断开始,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战果, 就打断之后呢, 这黑的, 自己这边死了, 这个姐也输了, 那黑黑的就是中间提了一堆, 那这三个还没吃坏, 这三个被别人一冲, 对, 这个木树还不是你嘴里的, 就是, 就提了一朵花, 然后, 其实, 主要是, 她找姐找这两手起很没劲, 嗯, 没有做到实质行, 这个从打断开始就是, 一直不在掌控范围之内了, 嗯, 对, 那白起这个时候很扎实, 啊, 这个, 补方是好行, 补方是好行, 这个, 咱们尤其是现在优势的局面下, 白起只需要把这块活了就可以, 赢气不到事, 啊, 对, 这个本本分分的一个好行补助, 或者我给你转换也可以, 想办法, 打黑的这六个子吃了, 这六个子我就可以死了, 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 那实战他还是决定活这个比, 更简单一点, 啊, 然后黑鸡肯定是要找事情啊, 这个时候, 啊, 白起飞, 白起先搬了一个, 啊, 先搬, 搬了一下, 啊, 黑鸡必须挡住, 然后白起再飞, 啊, 这个, 啊, 难, 难拿住白起, 对, 啊, 然后这冲断肯定没用啊, 是白起搬一搬就行了, 黑鸡只能从这儿连回去, 白起搬, 嗯, 白起只需要活鸡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啊, 黑鸡断, 啊, 这个肯定是, 嗯, 嗯, 这应该, 就是, 黑的就找一个头场, 啊, 那, 这一手棋, 是这盘棋的最后一手棋了, 嗯, 还是比较明显, 嗯, 黑的先缓了两步, 就要比如说, 像跳一个, 就是有可能会更积极一些, 黑的没有去选择, 包括, 双回眼之后, 吓得也比较简, 简单简明, 嗯, 但是, 但是当白的打到这儿的时候, 黑的会发现, 优势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大, 就虽然说前面这个地方很好, 而且留着这个结, 对, 但是留着这个结什么时候开, 嗯, 一直都是这盘棋围绕的一个话题, 没错, 这个不确定性始终存在, 对, 包括黑的后面开上来, 但是结材却打不过, 明天也打不过, 要不开上来, 外面五颗子就死了, 嗯, 我觉得这个地方啊, 黑棋, 这种, 这个补, 就是像你说的, 可能更直接一点, 会好一点, 就是, 他, 过于追求了, 对这个棋过分的追求, 他想, 这个效率上, 对, 但是这本身也是柯节气风, 他气风就是比较, 灵动, 然后效率相对会比较高, 像这种尖的话, 他可能, 他肯定也会想过, 但是他觉得效率会低一点, 嗯, 对, 所以那这盘棋, 黑棋的拜音, 其实是在于, 这个开节的, 这个整体, 他对于这个, 怎么样去操纵这个节, 对, 整体的一个构思, 构思, 有点混乱, 嗯, 就是, 他一直是, 不确定的一个因素, 嗯, 然后他跟整盘棋的形式判断是, 比较有关系的, 嗯, 当他觉得好的时候, 他就不着急去开, 他觉得, 突然间好像这个棋, 是来回拉扯, 很简明的一个优势, 嗯, 然后到后面, 他俩应该想法是一致的, 就是, 这个地方是谈不懂, 因为对白棋来讲, 白棋没有选择, 白棋, 你开节, 我只能找这节, 那要么你把这给我, 然后咱们继续下, 要么你就去跟我硬住, 对白棋来讲, 啊, 美于婷他一直不需要去做选择, 是, 而黑棋一直在做选择, 到底我是应结还是转换, 对, 我到底怎么样, 一直做选择就比较难, 这个棋, 没错, 这个确实是, 这个打结这个变数, 在维系当中, 我们大家已经领教了, 确实是很难, 就是高手啊, 高手如科结, 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掌控他, 对去驾驭他, 尤其这盘棋的结是一个这种, 可以一直留着的结, 什么时候开这个结, 更是一个难题, 对, 好, 那所以这盘棋, 最后呢是直白的米于婷, 获得了中盘的胜利, 那么同时他也是第二次获得了这个天元战的挑战权, 最上一次他是曾经挑战过连霸的陈妖夜, 但是败下阵来, 那他这一次获得挑战权之后, 他将要挑战的对手是上一届的冠军, 顾子豪, 那我们也期待他后面的表现, 好, 那这盘棋呢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跟着按位置 会儿